然后同样操作吧 同样操作啊 我们还是得对我们的target数据进行一个mbedding吧 因为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现在 先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 在decoder的模型当中啊 它训练的数据是什么东西 这回啊就是 可能啊大家之前的一种想法就是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的decoder里面啊 就是要按照一个一个去预测了 比如说第一个啊 这是一个rn的结构 然后我第一个结果 它是有一个预测值 然后把我的预测值 当成我的一个第一阶段的一个结果 输入到我第二个rn当中 这是大家的想法吧 就是哎我是一个词一个词去预测的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并不这么去做啊 就是为了使得你最终的一个结果 它的一个效果更好 我们是这么做 就是现在你的target的里边 你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我们是有label的 有label你就知道了 比如说第一个单词是h-e-l-l-o 那其实你已经知道了 第二个输入单词是什么 第二个单词不就是e吗 你也可以想预测上e 那这一回就是我们正常是会把前一个单词输进来 但是其实我们是不是的 我们就是前一个单词预测可能会预测一个错吧 预测这个a是可能有一时候预测成l了 那是不是预测错了 在这里就是我们基于它的一个target的真实值 比如真实值啊 前一个值是h 那我就把a数进来 这里呢前一个值是e 我就把e数进来 而不是说把前一阶段的一个预测值输进来 而是用我真实值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都是基于真实值去做 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的时候 才是把前一阶段结果拿过来当成一个输入的 在这里啊 咱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吧 首先啊 就是我指定了一个decoding的一个layer 咱们第一步还是一样吧 还是啊 去做咱们的一个就是 还是做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映射啊 这跟之前的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像现在呢 咱们是先把我的一个就是size拿出来 我的一个size啊 就是说最终啊 你想得到的一个啊 就是最终咱们的一个词库的一个大小 先拿出来啊 算它的一个总共的一个大小是等于什么的啊 先算一个词或大小 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可以指定啊 咱们的有一个映射的维度嘛 比如说当前这个值 假设说它是等于30的 后面这个值等于15的 相当于这一步干什么 做了这样一个映射的矩阵嘛 那最后呢 最后这一步啊 我们来看这有个embedding的lookup 这个lookup的意思啊 就是说 比如说相当于现在你是把每个字母 都做完了这样一个映射 那我现在的一个输入数据来之后 我想知道我这个decoder的一个input 它映射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说呢 我就可以在我这个embedding映射的 这个像是映射的表当中 去lookup去查找一下啊 当前的我的这个输入 它映射完是什么结果 那相当于啊 这一步啊 就相当于是把我的映射 实际的作用在我的一个输入上 就是把我的输入啊 转化成你映射完的一个样子啊 就是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呢 我们还是啊 基于咱们的一个同样的操作啊 这里 就是咱们的一个encoder和decoder啊 咱们的基础模块都是一样的 还是里边都是这样的一个rn单元 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啊 就是把基础的rstm的一个cell拿出来 然后呢下面我们把rstm堆叠在一起 那最终啊 最终后面还有全联阶层 这个全联阶层的意思啊 就是说 最后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不是想预测的预测咱们的一个最终结果吗 那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我加上了这样一个softmax吧 在这块 就是中间 比如说这中间我的一个隐层结果 隐层结果我想得到输出 我还需要通过这样一个softmax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相当于是我们又加上了这样的一个全联阶层啊 帮我去做这样最终的一个得出结果 相当于是分类的一个任务了 然后啊 下面就是说 嗯 先来看这样一个东西吧 先看这个图吧 就是这个图啊 表示着我们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在我们的训练过程当中啊 其实啊 这部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常规套路啊 就是说 呃 我们并不是说把每个阶段的一个预测的输出啊 当成下一个阶段的输入 可能大家就像我刚才画的图 刚才画的图不好啊 画的图没这个 哎 我都忘了之外还有图了 刚才不拿这个画好了 这个图更清晰啊 比如说现在有个O 正常情况下 就是我们是不是说 要把这个O当成是我下一阶段的一个输入 然后连过来啊 那其实呢 就是在你在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你有手里有label啊 你知道tug是什么 当你知道tug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不用把这个线连过来了 你就直接把 就是正常情况下 这个H1不就是O吗 那就把这个O拿过来 然后O去预测这个W 那W预测下一个 所以说啊 就是嗯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把每个阶段的 预测输出啊 作为下一个阶段输入啊 想法是呢 我们在下一阶段输出输入的时候啊 我们是直接使用我们的tug的data 相当于是直接啊 用我们的label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这样呢 能够啊 保证我们的模型是更加准确的 这就是我们训练过程的一个 呃 这个区别的区别就是在我的一个训练的时候 我是拿我的label去训练吧 但是呢 在我这个预测的时候 我就没有label了 只能拿前一阶段的一个结果去做这样一个预测 所以说啊 它的一个用的tensorflow的一个api啊 可能有一些差异 咱们来看 首先呢 就是啊 我们在tensorflow contrib下有个 sequence sequence to sequence的一个 序列到序列的这里 然后有一个traininghyperter traininghyperter里啊 我就可以执行 我们来看 这个traininghyperter里边 我们这里给大家写了一下 traininghyperter啊 它就是一个decoder的一个训练函数 这个函数啊 就是它不会把前一阶段的一个输入 当成我前一阶段的输出 当我这阶段的输入吧 而是把我target当中真实值 直接穿与rl了吧 这个啊 就是说啊 其实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啊 就像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下面这个图执行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呢 在训练的时候啊 我们是用这个traininghyperter 来帮咱们做这样一个事情的 那相反呢 相反还有这样一个 grade的一个hyperter 我们来看 它和traininghyperter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 它会把体检 就是前面的一个输入 当成我前面的一个输出 当成我当前阶段的一个输入吧 所以说啊 这两个有区别 上面我们用traininghyperter 是用来做训练的 下面呢 我们是用来它做测试的 就是有这样两个区别 在这里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在这里 我们指定一个traininghyperter 然后告诉一下 我当前的一个输入 就是映射成一个 相量的一个输入什么大 然后呢 当前sequence的一个loss是什么 构造好了 这样一个hyperter的一个对象之后啊 我用当前的hyperter 去构造我的一个 基础的一个decoder的模块 在这里呢 我直接啊 把这样一个函数 叫做一个basic decoder拿出来 里边传进来的 就是我rn的一个cell 是长什么样子 在这里是不是 我们把咱们整体的rn啊 这样一个cell指定好了 然后呢 我就说了一下啊 我是怎么样去训练的 是t-e阶段的拿不拿过来 还是不拿过来呢 啊 由这个函数来指定 然后呢 还有一个encoder的state 相当于是咱们的一个 呃 编码阶段的一个输出结果吧 编码的结果拿出来 autoplay layer autoplay layer 是在这块定义的 就是我们来看 啊 是在这里 就是全连接层嘛 全连接层是相当于 我想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最终结果咱们要做这样一个soft math 也给它拿过来 然后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去执行 这样一个操作了 最终呢 我就可以得出来 咱们就是这个 呃 decoder 它的一个输出是什么了 最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dynamic的decoder 把它拿进去 这样呢 我就可以得出来 当前的一个输出值是什么了 那下面啊 就是现在 我是按照就是啊 这个流程啊 是tensorflow 给咱们规定好的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上一下tensorflow的官网 去看一下 它那个 嗯 就是这样一个序列到序列的 一个模块的一个介绍 那里啊 有一些 它小的一些练习 或者说有一些实例 这些啊 都是根据tensorflow的 官网上的实例 给大家举例出来的 然后 大家感兴趣 可以看一下 但是 嗯 tensorflow的官网 有点比较烦人啊 就是它必须得是 它必须啊 就得是去做 嗯 它就是怎么说呢 它必须得翻 就是翻墙 哎呦 这个词憋了半天 没憋出来 必须得翻墙才能去上啊 这点很烦人 然后 反正啊 现在VPN有一些免费的 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上一下官网 去看一下 它的一些例子啊 这些都是基于官网例子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 然后呢 咱们预测的时候啊 预测的时候 有一点 需要大家注意 就是预测的时候 我们在进行训练吗 预测的时候 咱没有进行训练吧 所以说啊 在预测的时候 我是直接把咱们之前 在训练的时候 就是训练好的 那些权重参数拿过来 所以说啊 在这里 我就构建了一个scope吧 我们来看就是 它是一个decode的 这个呢 也是一个decode的 然后啊 指定一个reuse的处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啊 是我这个阶段 是跟前一阶段 共享一些参数吧 在这里啊 我用的还是咱们 训练阶段那个参数 只不过说 网络的流程 发生了一个变化 在这里啊 我们唯一需要指定的 就是 把我的一个计算流程 给它做一个改变 咱们来看 就是在这里啊 还是先是把我们 之前的一个东西 复制过来 然后呢 在这里就是 我们用了咱们的一个 grady的一个hyperler吧 grady的一个hyperler 就相当于是 会帮我们去 把前一阶段的一个结果 当成我这阶段的一个输入啊 就是现在这里 给大家注视了一下 这些啊 就是官网上的一个 文档的一个翻译 我们来看 它是什么 它和traininghyperler的区别啊 就在于说 它会把t-1阶段的一个输出啊 当成我这一段输入吧 那它不就是一个预测阶段吗 所以说啊 在预测阶段 唯一的不同 就是我们只有这个地方是不同的 下面还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最终呢 我就把当前的一个啊 结果返回去就可以了 在这里啊 就是我定义了一下啊 咱们是有一个训练阶段 还是有咱的一个测试阶段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